來到明人留言的時間 今集繼續會有資深投資者林一鳴先生 你和我們分析事報 Hello Eddie Hello Levin 我們見到政府自力增加土地供應 又有土地大辯論 又迫發展商賣樓 是否都沒用呢 其實都有少少這樣的情況 因為始終我們從經濟角度去看 你真是控制到樓價 最重要的兩個人數就是 第一是息口 你真是嘗試加息3至5厘的話 樓價百分之100會跌 而第二就是那個供求 特別是新樓的供應 新樓供應其實大家知道 今年還可以的 可能還有兩萬兩萬幾貨 去到兩至三年之後 有個懸崖式下跌 大部分人都知道 變成在這兩個因素之下 低息環境繼續持續 又看不到有任何加息的情況 而新樓供應過兩年 差不多跌了一半 有機會三至四年後會更少 如果這兩個因素不改的話 其實樓價要跌下去 它真的會比較難 其實政府經常都說 市民的購買力和樓價已經脫節了 但我們都看到 新盤一天賣千貨也不是問題 其實購買力在哪裏 你說找個入息中位數去分析購買能力 經常都說不吃不住 18年20年才買到樓價 我一直都不太同意這個分析 因為始終你買樓的人 不是你全部人口 即是香港有三百多萬個打工仔 但不可能三百多萬個打工仔 都會買樓的 所以你要計算的話 其實就是在你三百多萬里面的 人口即是打工仔 因為你頭的三分一 它真的有賣樓能力 那它的負擔能力 可不可以支撐到今天的樓價 那我自己都做過很多分析 其實如果你在香港人口裡面 人工升得最快的 就是頭和尾的那批 尾就因為最低工資 這樣拖上來 譬如你洗碗那些人工升得很快 而在頭的那批 譬如你説頭的五十萬的打工仔的話 即是過去那年的人工升幅 其實遠遠跑贏中間的那批 中間的那批 譬如你説一萬多元的話 真的不太動的 譬如我們二十多年前 大學生剛畢業做三年 萬多元人工 現在其實都是萬多元人工 但如果你說現在做了十多二十年 經理級的那些 今天的人工和二十元的人工 其實有機會差到一倍 即是說五萬或者八九萬 十萬那些人工 而那批的人 他主要負擔今天的樓價 就不是那麼難 第一 他的人工真的有一個比較大一點的升幅 他們的中位數 如果只是計算頭三個億的話 那升幅其實是接近樓價的升幅 而且最重要就是他本身有資產 因為現在是一個資產的社會 當你本身有房子的時候 譬如說一個兩房單位 我要變成一個三房單位 其實加上你的人工升 其實不是那麼難的 這個就是因為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樓價是升了 譬如他在十年前 他可能二百多萬 買過兩房單位的 今天那兩房單位 已經變成六百萬了 那他再拿著六百萬 扣上岸鐵 他又有五百多萬現金 那他拿著這塊錢 他再去看根本的樓市 他可能又不是覺得那麼辛苦 因為他本身有一個資產增值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不可以用全香港 入住中間的數目去分析樓市 我們應該只看頭三分之一 他本身的資產增值 有樓的真是身家升了 可能四、五倍或者以上 因為扣上岸鐵 而他們的人工升幅 亦都是超越樓市 他們變成支持樓市的購買力 但是現在就多了一種 那批人好像我們一樣 都已經去到這麼差一年多 譬如一萬多歲、六十歲 兒子都開始拿了食人身份證 他們都有住屋需求 變成自己本身的資產 很多這樣一年多的人 就變成他們兒子的買樓的需求 兒子因為有辣椒問題 就用了兒子的供應 買到一棟 類似這樣的情況是非常不便宜 亦都是支撐 我相信現在的樓價 就是你的身份 動一萬多兩萬張票 很多就是頭一批的日 他們的購買力 你剛才提到的 附幹的購買力 有沒有用盡多少一天 這個非常難 因為始終是我批的 現在很有趣的香港的情況 就是沒有樓的 你永遠都沒有樓的 你又樓的 永遠你更容易會有樓 甚至會有多間 因為資產增值的速度 一定比你打工的 你打工你勢到盡 例如我五萬十萬元 你每個月要儲三五萬 你怎樣儲得到首期 是天方夜談的 但是我本身 如果我五年十年前 我有樓 擺到今年的話 樓價已經升了幾倍了 你再用這樣的資產 你撕一部份出來 變成兩棟的話 又不是那麼辛苦 你香港有百多萬個私有單位 其實有百多萬的樓 但是他擁有的人 有些人可能擁有兩棟三棟 有大約五六十萬的人 他們的資產增值的速度 是比你出現普通人看的想像的 而他們對於每年兩萬多個新樓 他完全可以吃得完 那現在樓價又在得更高位 會不會又再觸動政府出招呢 我想政府出到招都挺閒的 當然你說 所有的之前 就是辣椒、碎、按揭那些 其實呢 出了一個反後果的 當然政府就未必承認 你見到 出了那些打壓炒價 打壓炒價是成功的 但是炒價不是很多的 變成是令二手樓盤的供應 大幅減少的 我們舉自己的例子 整天去提樓 如果你說大約七至八年前 在一些主要的藍材屋間 例如泰古城、康兒之類的 進去至少三百個樓盤 繞個圈 經紀隨而拿到二、三十個鎖匙盤 現在你去這些樓盤 鎖匙盤 你找到兩三條都已經偷笑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辣椒加上的按揭之下 很多換樓的人不會換樓 變成那個放不出來 而有些買樓收租的人 就像我們一樣 那一棟樓你要我賣出去 當然不需要 我賣了 再買多一間 我要給15% 按揭就不足 令到二手供應大幅下跌 而這個是直接一個因素 令到樓價上升 當然如果政府 他也知道這個情況 但你說切辣椒 他也不敢 在這樣的情況下 再出新的招數 去壓樓價進去 其實我想都很難 對於你說現在 搞空置稅那方面 你見過效果都不太多 樓價繼續這樣升 那對於一些無殼蝸牛 你有方法教他們快點上車 容易買樓嗎 現在很難 其實你除非要用一些非傳統的方法 因為如果你說靠打工的話 統計署的數字都看得很清楚 大學畢業生 出來的時候 平均人工都是15000 那你做得十年八年 去到差不多三十多歲的時候 其實入息中位數都是兩萬一至兩萬二左右 而你以 譬如我真的做得十年八年 我做得兩萬幾萬人工 在大學生的平均中位數 那有一半是低過這個 那你去負擔的樓價 其實很困難的 那當然你現在很悲慘的情況 就是兩種可能性 第一是一個資產主義的社會 你本身你的家庭是有資產的話 你再生多資產 如果資產升值速度很快 而第二就是你不要做正常的大學生 你可以做科研 你看有些成功的例子 譬如自己做APP 甚至可以自己搞上市公司 各方面都有的 當然這些是少數的例子 但如果年輕人的 你靠很穩定地去寫字樓 打份工 銀行方面 做客戶服務 你去到做十年之後 其實真的很普遍都是兩萬多份的薪金 你要負擔樓價是差不多值得這樣 那你就真的靠資產增值 或者靠脫離一個正常的系統 你做一些非正常的事 而創科方面你可以賺到很多財富 那投資股票會不會一個出路呢 其實投資股票的話 我自己覺得不可以九死一生 八死二生 基本上我做了股票三十年 見到的我覺得八成都是輸錢的 那之前詳實的趙國鴻 看探納米樓 你又認不認同這個看法呢 如果納米樓的話 當然看過大那個市場 我覺得納米樓的供應是過多的人 因為之前就很少 但是你看到在去年由年中打後到 至今年其實很多的新盤 納米樓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成物 那當那麼多推出去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明白了 納米樓那些人不是賣來住的 只是賣來炒的 你看到市場上買納米樓 就算是長工的盤 有一半都是老爸買給兒子 用了兒子的供應 當然你千多買 買一間又不夠錢的 你不就叫做五到百萬 給他上車 有些投資者 想著買來收租的 那你說他真的買來自己住的話 其實相對不太多 變了其實現在有幾個納米樓的盤 即開了出來 都有個現象就是 原來整棟納米樓 大半的人 其實根本不是用來自己住的 都是扔出去放租 或者可能爸爸買給兒子 但是兒子還黏著老爸住 交大一點 那間納米樓只有八零二百尺 他又不搬進去住 有點兇了 那現在大量這樣的納米樓 要放租 你看到現在的租金 差不多比起 即是之前的期望 跌了兩二三成 譬如九龍有幾個納米樓的 新盤都慘淡 大家都以為他 收到萬三至萬五元租 那下下下下下 現在成了的都是八千 九千個租 所以在租金上 其實已經 差額差不多有兩至三成 當然樓價相對就沒有跌那麼多 因為始終香港整個樓市是正在上 但是你看到納米樓 是今年的樓價升幅 尤其是入了房間 二手那些的話 比起開始大一點的 例如三四百尺 四五百尺 升幅已經開始轉慢了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Eddie接受我們訪問 甚至 下車 旺 好